133 看见目标了 看见目标了 就是 现在 yes 93 您可听一听 玄灵狗仔 shoot 晚上10点08分的这一刻呢 非常的热闹 因为在直播室呢 除了是由我陈寗之外 要欢迎的就是 总家欧璇 还有方展发了 哈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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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欢迎来到1933 您可听一听 今天星期一 晚上10点到11点呢 其实要进行的这个单元 就是全民狗仔shoot 也就是 听众朋友们呢 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 来发问问题 然后希望三位呢 能够一一的回答 好吗 好吗 好的 其实我相信大家 除了是关心你们的 可能私人生活之外呢 也会比较关注的就是 九点档 就是唐山到南洋 可以说一下 这部电视剧 你们自己享受 拍摄过程的 其中是什么吗 我们先请欧轩说吧 基本上两位男生 都指向他 好有风度 其实我很享受 就是拍摄 就是到国外拍摄的过程 对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 拍就是到国外拍戏的 那种心情是不一样的 而且就是 每一个人啊 剧组啊 演员 都是住在同一个酒店啊 然后会会觉得就是 那种那种感觉会比较轻 然后会 就是拍摄过程会很开心啊 就尤其是 就是你要拍 就是 早上要化妆啊 化妆间就在楼下而已 好方便哦 我其实以后新的 Media Corp 都对了 楼上也是 可以买房子 对 就可以直接下来房子 我们还需要买吗 我们是演员 对啦 subsidize 那种椒呢 我其实也是很享受 在国外拍戏 因为真的是很像 一家人出国 这样子 然后边工作边玩 那我觉得这一次 会比较特别 是因为它是年代剧 所以我觉得 拍的时候 真的是 仿佛很像 回到一千的感觉 我特别喜欢拍 年代剧啦 其实我也是 因为尤其是到 这些 我们到了 槟城 衣宝 还有中国的永定 然后那边的景色 都非常的漂亮 而且我们一到 那边的街啊 然后他们搭的街景啊 都特别有感觉 所以其实我们 一进入那个地方 就会 就是好像进入了 那个二十年代 是 那展发你呢 是不是也一样 一样 我想说的 他们都是 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知道 因为你想 班的力气 一下的问题 都先问他好了 不是因为他要保持 他的精力 稍后他要在空中唱歌嘛 对吗 对 真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稍后再让你 能够发挥吧 但是刚才 欧萱就提到 因为这样子的拍摄精力呢 能够让你们更加的 凝聚力更加的强嘛 那在这次拍摄过程之后 你有没有更加的了解 旁边的这两位男生呢 为什么 因为之前跟展发都有合作过 所以还蛮了解他的工作方式 那总教呢 其实也连续两部戏一起合作了 所以我觉得 其实对他们 都有一定的了解啦 就是都已经习惯 就是合作的那种感觉 所以相信他们的优点之外 缺点全部都暴露给你看了 对吧 我只看优点 真的啊 要看缺点也是比较男的 因为我的缺点就是太多优点 我是长发 我是长发 谦虚是蛮重要的 我们开红酒吧 开红酒 好啦 相信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想问他们的话呢 他们也非常乐意回答你的 这个时候呢 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yes933 已经po上了一张照片 请你在这个照片下呢 留言发问问题 或者是通过推特的方式 那就是 hashtagyes933 shoot s-h-o-o-t 晚上10点20分 就在elvan肖亚轩的爱的主打歌之后 为你送上的是这首 来自陈总江特别要求想听到的歌曲 哈哈哈 也是他自己演唱的关怀方式 对于这样子的要求 欧轩你有什么话要说的吗 我要说谦虚好像不是他的成像 哈哈哈哈 好多好多的问题 这时候呢 就要马上请欧轩总江 还有 别人呢 一一的来回答了 通过我们的推特的方式呢 这位朋友 嗯 非常的熟悉的朋友 哈哈哈 因为他就是yes933的老板 哈 而志勇 他其实呢 想要问的就是 哈哈哈 老板好 是 因为呃 唐生大南娘呢 是三部曲的part one 所以他很期待 还有想好奇的事情 请问呃第二部和第三部 也会陆陆续续看到你们吗 嗯 现在我不知道能够透露多少 可是我们第一part的演员 主要演员会就是带入 观众进入part two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过程 然后交代我们后辈 就是下一代长大的 那个过程 嗯 对所以我们都会参与第二部 哦 所以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 当然就是联系在一起的 是有呃关系的对吧 嗯 第一和第二部是有关系的 嗯 对然后呃 第一部的最后一集 也有看到我们的儿女长大 哦 就是就就有交代说 呃就是呃十几岁啊 上学的那个那个时期 然后就是有有稍微的 让观众看到下一代会是有谁 嗯 对就是有几个孩子啊 嗯 所以你们就已经知道 但是不可以透露些了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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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让大家看我们第一部嘛 先卖个关节 希望你一定要多多的支持 这部电视剧了 好继续呢看到这位朋友的问题 是Grace 她想问的就是拍摄过程 辛苦吗 因为你们就要到不同的呃 国家去嘛 相信是还蛮辛苦的对吧 我不知道要问讲发 哦讲发 一点都不辛苦 一点都不辛苦 对于你最辛苦应该是现在吧 现在对对对对 我看你的脸一脸苦耶 压力 我一定要讲发将会唱live 好啦好啦 呃这个压力呢 等一下再压好吗 现在先说一说嘛 在拍摄过程我相信 除了辛苦的部分也应该有enjoy的部分 哦当然当然当然有啦 但我们拍拍完戏 呃 拍完戏才好玩 拍戏的时候当然有 有有有有不一样的压力啦 但是拍完戏 我们可以跟导演一起谈呃 之前拍的东西 或者后天要拍什么 我觉得那个是比较轻松 而且呃 对我来说是 呃 就是能够和剧主相处的那个时间 是你自己享受的啦 是的 我觉得很可贵 因为有时出国这种东西 我觉得是一种缘分 嗯 我们可能拍完这部戏以后 我们不懂其实可以一起出国 一起去公干 所以我们都很珍惜 每一次出国的工作的机会 嗯 你们讲到这样那么珍惜的彼此 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好吗 通过这样子的节目呢 你们现在一一的向彼此说出 你们心中对他们的感谢的话 感谢他们 for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 就可能说出彼此的一些 嗯 心情吧 就比较的天资金 这样子 对对对 对不起哦 今天老婆没有带礼物 坏人我也是没有带礼物 好啦 我就先说了 为什么要给坏人礼物 嗯 他折磨我 我想被折磨 哈哈哈 哈哈哈 好了 我跟你说了 因为这一次 其实可以跟他们这两个 优秀的演员一起合作 对对 我是觉得蛮 嗯 蛮幸运的 呃 比如说 我跟欧萱在演戏的时候 他其实教了 教了我很多东西 那从中我觉得也是有帮助到石头的戏 所以我觉得你们在看电视的时候 50%的功劳可能也是欧宣的 那另外50%就是皮尔崩了 然后我什么都没做 我觉得他给的戏非常的强 他演坏人的时候 我真的会被吓到啦 所以我都不用怎么演 就被吓了嘛 就被吓了 所以真的很优秀了 他们两位 那欧宣有什么话想对两位男生说的吗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戏里 然后就是我想说戏外吧 戏外他们都是很有风度的男生 对就好像啊 如果我们就是要出国啊 在机场啊 然后总将也会帮我帮我 就是如果我有很多行李的话 他都会帮我拿 对然后就是很有风度的一个男生啊 然后皮尔也是啦 其实对 然后在拍戏的时候 其实他也非常的认真 也看到他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台词方面 他其实也下了很多 就是很大的苦功 对所以在这里呢 也要说就是 他其实真的很不错 很不错 可是为什么我现在看皮尔的脸呢 他现在好像在背台词的感觉 因为因为他 因为他紧张 因为现在轮到他说话了 来吧 我觉得当演员真的 最最 ideal situation 就是跟一个 你跟另外一个演员的 跟他对手的时候 你希望他可以 其他一百八仙 一百八仙也是 大家有一个共同 有一个 有种默契是吗 对 我跟欧萱演 演很多次了 蛮多次了 这种默契呢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合作 我觉得他很努力 很 他敢试一些方式演戏 所以 让我想起我以前 很年轻的时候 也不老 对啊 你现在也不老 好啦 在放过你之前呢 要不要先说一下 再说天使君呢 你的角色是演坏人吗 其实我看大家都 都真的是 冤枉了 我这个角色 其实不是坏人 我是一个很好 很孝顺的 坏人 OK 总之呢 我很孝顺 我爸爸 从唐山来到南洋 未能完成的梦想 就想帮他实现 所以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啦 坏中有目的就对了啦 这 都是自己 为自己的一些 就是家人的着想 是必不得已了 好 这句昨天真 yes933 稍后回来呢 将继续听到 就是不同演员们的声音哦